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作为一款旗舰轿车与同期宝马5系奥迪A6L等车型竞争的沃尔沃S90 在价格低了10万的情况下销量反而没有它们的好 几月销售量甚至不如同等价位的宝马3系一个月的销量 现实的这一个巴掌给沃尔沃重重的一击 这也可能是沃尔沃在华销量最拖后腿的一次了 这样的结果令人反思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失败 既然不是价格的问题 那么就应该是性能的问题了 沃尔沃一直以安全配置为王牌 领先其他品牌车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 许多品牌逐渐开始花大量人力物力 搭载安全性能上 沃尔沃也逐渐失去了奥氏其他品牌的资本 作为一款旗舰轿车 首先 沃尔沃S90在动力系统上做的差了太多 全系仅有一台2.0升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在同等定位的车型上也显得寒暢了些 其实不管是宝马5系的2.0T 3.0T 直列六缸还是奥迪A6L的1.8T 2.5升V6 3.0T V6等多套动力系统 都可以玩爆这款沃尔沃S90的T4和T5两个动力完本 还不必说这款T5系统也是比较差劲 最后 在NVH等细节方面 沃尔沃S90也有许多值得改善和跟进的地方 由此可见 现在的更多消费者选车购车 不仅仅局限于价格的优惠 他们更看重的是汽车的性价比 从沃尔沃的失败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 一个优秀的成功企业应该具有忧患意识 不断发展创新 推动行业 日渐进步 不能因为自己有一项远超别人的技术就疏于研究 毕竟学无止境 不进则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